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那延續上週丹麥銀髮住宅的議題 這一週呢,我們要來介紹一間也是非常有設計感 然後比博物館還博物館的銀髮住宅 尤其是非常多年輕人都很想要住進去 那這間堪稱是銀髮住宅界的夢幻品 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張就是建築外觀的照片 大家看到之後呢,就會知道為什麼我說他真的非常像設計博物館 因為他這個黃色跟綠色這麼鮮豔的顏色搭配 再加上非常特色的建築外型 那這樣子的整體搭配呢,其實是非常顛覆過去我們對於銀髮住宅比較收斂跟沉穩的印象 那走進大門之後呢,來迎接我們這三位年輕人 那他們分別是這裡的職能治療師還有就是醫護人員 那在跟他們交流之後呢,我們很驚訝的發現說 在丹麥有非常高比例的年輕人是投入這樣子的銀髮產業 這代表丹麥政府對於銀髮產業的重視 尤其是培育各個方面的人才還有提升這些年輕人進入這個產業的意願度 也因此呢,對於這樣的銀髮住宅他們會去設置一些主題性 像我們今天來看到的這些銀髮住宅它是以藝術跟文化為名 也因此呢,除了建築外觀是邀請知名的建築團隊來做設計 另外呢,在這邊大部分的住戶也擁有這樣子的背景 那大家彼此住在一起之後呢,就更添加了更多的話題性 而且在公共空間,尤其是走廊的部分 實不寫開,可以看到他們就是展出自己的作品 從市中心進入重化區的一路上 我們欣賞到丹麥最新設計的建築 無論是住家、辦公室或酒店,一間比一間精彩 而有趣的是,彼此又互相融合 因此,我們拜訪的這間銀髮住宅 即便黃綠礁師的建築色彩形目,但也不至於很突兀 U字型的建築將房間環繞在花園周遭 或大或小的窗口,有時吞出頭來,有時四平八穩 加上急需個人特色的陽台,彷彿是衣服服美麗的相框 這次拜訪的是一位93歲老奶奶的家 當門一打開,屋內古色古香的家具及金具的擺設令我們讚嘆不已 一房一廳一味近13平的格局寬敞卻不失溫馨 可以自動升降的床及無障礙廁所 讓即便行動不便的長者,也可以透過各種輔助達到生活自理的程度 其實不僅僅是自己的住家空間弄得很漂亮 包括門口或公共空間也會當成自己的一部分 佈置得相當溫馨,讓每個角落都散發著家的溫暖 我們一行人呢,在結束參訪完之後 都紛紛在想說,欸,這一間這麼優質的銀法住宅 想必他的評價一定非常的高吧 於是呢,我們就上網查了一下有關於他的評價 那沒有想到呢,他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好 丹麥政府呢,對於這個評價機制是非常的嚴謹 他會去詢問,包括住戶本人,他的家屬 還有工作人員,關於環境整體的滿意度 因此呢,儘管這個環境再漂亮再美 但他就可能就是缺乏了一點點家的感覺 我在這邊學習到很關鍵的一刻 雖然設計漂亮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一個有溫度的管理才是一間好的銀法住宅的靈魂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哦